从没玩过这么沙雕的游戏 Find Prisoner Demulator 2 对 没有错 就是那个把胖文抓来抓去的游戏 它竟然出了二代 卧槽 这个游戏竟然还能出二代 这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咯 好吧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出了二代 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来体验一下三 好嘛 连图标都没有变 还是那个肚脐眼 还给肚脐眼整了个皮肤哦 OK 进入游戏 不是啊 大哥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要不是这个灯闪的频率不一样 我甚至以为我进错了游戏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嘛 好的 游戏开始 嗨呀 这次竟然配上了血条 但咱就说 卧槽 兄弟 能不能让我站起来一下 我想去窝尿 哎 漂亮 我他们终于可以站起来了 我跟你说我进来之后就没 来 爹地 给我YG的是吧 哎 他踢空了 你喜欢踢人是吧 我让你踢 轮到我了吧 撑我一脚 你也要凑上闹 爬开 哇 人都给踢飞了 难道这群人是从少林市出来的 少林功夫好啊 好吧 看来这群怕玩 每个都是身怀绝技 想要击败他们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游戏设计师用的是重复的建模 但是在游戏的操作上还是做了改进的 首先是添加了用鼠标视角来控制转向的 这就让游戏操作起来得心应手了 其次是添加了一个道理洗头的bug 让玩家也能感受到被吊起来打是什么感觉 我操兄弟 你蛇惊病啊 我俩是队友 你按着我提示干什么玩意儿 OK 因为延迟的问题 所以咱们决定这一场重赛 再看一下游戏介绍 胖囚犯模拟器2 是一款具有逼真物理特性的格斗模拟器 您将在其中扮演监狱骚乱中的囚犯 你所能看到的只是疯狂的囚犯 攻击那里每一个人 就连守卫都不敢插手 看来事态真的很严重 你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生存 打击你看到的每一个人 尽量不要错过任何一击 因为任何错过的一击都可能让你上命 好吧 看来这游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足球游戏了 已经变成了绝地求生这种大逃杀类型的游戏 介绍中也不难看出 游戏并没有队友这个概念 看来穿同色裤子 可能只是因为蹲同一个班房而已 再根据玩家的反馈 玩这个游戏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技巧的 不然你就会像一个傻逼一样的被当球贴 好的 游戏重新开始 既然错过任何一击都可能让我们上命 那我们就减少我们出角的次数 这样就能有效的提高我们的生存几率 因为游戏浅化了操作 所以我们跑几路来一点都不费劲 别看有几个胖文在追我 但是我们一点都不费 回首 他 喂 我真的是服了 能不能给点游戏体验 一代这群仔组好歹要去追球 二代就全TM来追我 哦 我就是个球呗 正当我要找客服拿回我的园子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游戏竟然还TM出了三代 还是一样的配方 只不过这次变成了打冰球 但是咱就是说这个打冰球的姿势也太狡猾了吧 众所周知 打冰球是允许打架的 那我就 打冰球 打冰球 刀冰球 打冰球 打我也拿一套 打赶 打就去 打字幕 打